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高女学生 最近有个北大的教授 对对对 跟一名 徐老师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这是我有很多的意见 不过改天再讨论 好好 有感触 今天先说说 他跟俄罗斯美女的演运 对吧 徐老师利用假期游了一趟俄罗斯 收获是相当的 到现在还沉浸在洋葱头的气氛当中 咱们先看一看 先看一组 先看一组 大家有点生情并茂的感觉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宗 一个房间 是东宫里边的 当初的二月革命以后的政府的办公室 十月革命的炮响以后 你看凌晨两点 这个宗就停在那里了 这个moment 对中国 对俄国 包括对我们这些人 都改变我们一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就是这个房间里出来 所以我特别拍了这个钟 对 再看下一张 炮呢是从这个阿富尔勒 巡洋舰 阿富耶尔号 这个巡洋舰上 所以我这个巡洋舰是 现在是博物馆了 那这二十年代 这个是世界上比较最大的 他其实不是炮打东宫 这个是误解了 他打炮只是发出信号 然后布尔什维克工人去攻占东宫 但后来呢 大家就把他 这个阿富尔勒巡洋舰的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 他在打东宫 这个是我是 他那个射程 要是能打得东宫 估计是导弹了 没有 他可以停在附近 打得到 对 他在捏网上 完全打得到 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 结果看到了这样的场面 这个俄罗斯少女呢 在前面呢 他们是收钱 跟人拍这样的照片 他可以有kiss 你可以继续下面 可以kiss 你看你看 那边就是在kiss一个 一个美国 我在旁边旁观呢 我在旁边旁观 你看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这是多少钱 这多少钱 50卢布一个人吧 50卢布 何多少个人 我之所以 我是想过去拍 但是 但是出于我这大半身 对阿富尔罗巡洋 建的这种革命的信念 尊敬 阿富勒尔 阿富勒尔 怎么能拍这样的照片 我要拍拍另一种照片 你看看 我拍了 这是我拍的照片 果然是知识分子 这俩人啊 我都说 我都见过 都大伙都见过 大伙都见过 你说 那谁 列宁啊 旁边谁 和那个末代沙皇是吗 哪里什么 那末代沙皇 怎么能跟列宁站在一起 那是谁啊 你猜得出来吧 文道都不知道 知道是谁吧 谁 杰尔尔尔斯基 七卡的头头 就是当初列宁时代的 这个肃反委员会的主席 怎么他这衣服粗看 跟那个末代沙皇 穿那身一样 不要 那个毛多点 这个是 对那时候的秘密的头子 就等于是 他那个 这是我也是 我小时候 这俩是谁呢 这张呢 我说实在话 我很不想放在这里 但是我 跟列宁拍完照以后 我游红场啊 心情一直在激动 我觉得这个整个俄罗斯这一行啊 那这个体制最后为什么会垮掉 这个三张照片串在一起 就是两个女人在群羊舰前 然后列宁在那里揣着手 以及伯列列夫署前三张照片 凑在一起 对于这个社会的象征意义 超过很多政治的文章 没错 反映了一段史嘛 我当时还在跟自己说 你有什么高兴 你不是碰到了一个假装的列宁吗 但是后来我一想 我从小见的列宁啊 也都是假的 列宁在1918 列宁在10月 都是演员演的 真的列宁我没见过啊 当然了 列宁陵墓现在在维修 我本来想去这个瞻仰遗体的 也没成功 现在再变成了一个 军乐演出的一个体育馆 整个红场都搭着 我还有拍了很多照片 我在那里 我估计我这种心情 你们都没有 因为我这个虚长几岁啊 我从小对这个苏联啊 对十月革命 对列宁啊 这个感情 有一种偶像感 就这种东西挥之不去 就是理性上已经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但感情上 当我握着那个列宁 假列宁的手 我激动啊 心潮逐浪高 干动啊 他们说 干动啊 网络 网络语言干动 干儿腾啊 我不知道这个干动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干动啊 感动啊 但是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想 闻到也去过 是吗 对啊 但是我确实已经是 怎么讲那时候是自然最不好的时候 自然不好 满街警察给你收钱拿护照 然后你护照得不离生了 然后 没错 没错 就这个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腐坏的一个地方 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就两千年之后 其实已经好点了 但是你看到他这个国家贫富悬殊 正在逐渐加大 然后你就觉得他整个苏联崩溃之后 到现在好像很多 20年了 对 当时的问题啊 并没有完全解决掉 并没有完全解决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也常常在想这个事 因为正好他崩溃20年 过去 是吗 还有这么个新闻点呢 对啊 这是个大事 91年嘛 91年嘛 这正好是过去十多年来 不断有学生讨论的问题 他到底怎么了 因为你要回想 那段时间啊 他的整个崩溃是不可思议的 很多人说是为打完阿富汗那场仗 把他拖垮了 不要忘了 当时的苏联军队有五百万人 是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今天还是除美国以外 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你打个阿富汗算什么 而且阿富汗耗掉了GTB 对他来讲不足为道 是跟里根搞太空竞赛 那也不是 后来现在有学者说 那是当时美国往自己脸上贴金 往里根脸上贴金 对 所以因为苏联早就知道 你里根要搞这什么 心战计划 搞一辈子都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 他不大跟你玩 后来也有人说是他当年的石油价格下降 但是呢 他当时那个石油价格下降 也比不上七十年代低 所以你无论从任何角度看 说经济不好了 他GDP这增长比以前慢了 一年只增长百分之二 但是任何角度看 当时都还不至于坏到那程度 所有的专家 所有的驻苏联记者 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越想越怪 他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一说垮就垮 但是我这次去呢 就我的感受就跟文道主有些不同 我这次去的一个第一个感觉 就是说很平静 整个俄罗斯 跟我们的现在的社会里面 他既没有我们这么大的发展 但是好像也没有我们这么大的不安 就跟我跟民众谈话 你从街上看各地看 贫穷是贫穷 但是很安静 他跟我们还是一种很相似的关系 尤其你在莫斯科看 对不对 这个他的整个斯大林遗留下 这个整个城市都是他的 整个国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一个感受是 他跟我们还有一个相 很吊诡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的街上在建筑 你现在在北京上海走 已经看不到多少毛泽东时代的 就是硬的物质的痕迹了 精神上唱歌有 电视有概念有 但是满街都是西方的符号 商业的标志 可是他正好相反 他你到街上去走 斯大林的符号到处都是 你莫斯科的地铁 很多都是工农的画雕塑 大理石 七姐妹大楼 对 那都是那个时代的东西 跟彼得大帝的那个彼得堡 遥遥相对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 到处都在 很奇怪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再发了两个微博 我这个特别难 但是我发了第一个微博 就我说 熊羊剑前面看到俄国少女拿钱 拍Kiss照 有网友回上来说 徐老师 这样的钱不该省啊 他的钱不该省啊 多给55笔还能抱大腿 但这个广告之后 徐老师有另外一组艳照 要给大家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也有一个问题啊 很有历史 就是啊 我想问问徐老师 就是这个俄罗斯人 现在信什么呢 东正教 我发的另外一条微博 就是我提了一个问题 也是我一直想 我说俄罗斯的今天 是我们的昨天呢 还是我们的明天 没想到这一条微博的回啊 回我的 比那个俄罗斯美女Kiss要多 发表了很多看法 我自己的观察 因为我这次主要 不是去莫斯科跟比特勃 我去一些古城 一个叫诺夫格罗德 最重要是那个古城 我还拍了那个照片 我的一个最基本的感受 我一会跟你讲 我觉得俄国跟中国 不仅有一个共同的昨天 当然这个昨天 但我们还没有过去 就连刀斧头的昨天 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前天 什么叫共同的前天呢 就是原来啊 我没意识到 俄国在被 就是莫斯科大公国 这些地方 斯拉夫民族 在被蒙古人统治之前 就在我们的元朝之前 他多少年 是被热尔曼人统治的 我们现在全中国人 都知道一个词 叫瓦良格 瓦良格 就是那个 瓦良格号 航空母舰 可是没有人问 瓦良格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瓦良格呢 其实你一查呢 就是瓦良格就是Viking 就是维京人 维京海盗 维京海盗 是北欧海盗 西方的人 西欧的人叫他Viking 到现在在美国 还有橄榄球队 叫Viking 我在Copenhagen 看过专门有一个 维京人的博物馆 很奇怪 就北欧 他们在这个八世纪 九世纪的时候 很小的船 很简单 两头翘的船 他们就横行世界 是那种 西方人现在就是 有今天索马里海盗的神采 他们是不仅是海盗 他们去统治别人 他们是最早 比西班牙人 要早得多的海上征服 但是呢 原来Viking 在一个诺夫格罗德 俄国最古老的城市 八世纪这个城市 他当初跟基普一样重要 比莫斯科重要的多 史书记载 他在八几几年的时候 斯拉夫人 推举不出他们的国王 于是请了瓦良格人 来做他们的国王 这个有点像中国足球队的故事 这就找不到 那么另外的书说 其实不是请 就是瓦良格人到了那里 把斯拉夫人打败 俄国一共只有两个王朝 我们都知道 罗曼诺夫王朝 这是后来伊凡几世 这个很后来的彼得大帝 之前一个叫刘里克王朝 绵延几百年 刘里克王朝所有的血统 就是瓦良格人 换言之 在达达就是在蒙古人 在十二世纪征服俄罗斯之前 所谓俄罗斯的历史 上升到我们差不多 唐代的这段历史 斯拉夫人是被异族统治的 前一个王朝的沙皇 血统都是日耳曼人 所以我突然发现 鲁迅以前说过 说这个中国人过去 他分析中国国民性 他说中国国民性之形成 是因为过去一千年 过去一千年 六百年是外族统治 元朝跟清朝 所以他的意思说 中国人奴性惯了 就是说对于很多东西 不相信 就讲的是汉族人 我一直以为 这是中国的特点 我后来想想 印度也许有 但我从来没想到 俄罗斯民族 因为为什么我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研究 为什么马克思说的 社会主义应该在最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先成功 结果列宁政府是在 俄国跟中国先成功 我们很多人分析 但是有没有人来思想 这个问题 就这两个国家 他们在推翻专制 迅速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前 他们都有个漫长的 被异族统治的时期 今天一个什么感受 今天的感受 你可以看看我另外拍的一些照片 今天俄罗斯的魂 靠什么东西来建立 导演给我们放一放 这个就是我讲的 这个诺夫格罗德 这个是另外一个修道院 十四世纪 这个是修道院里面 这是洋葱头 这是另外一个 也是也是中城 这是个木头做的洋葱头 这是个路边 这个是非常不出名的 就是一般人去的 这个都是人家 都是十二十三世纪造的 那些洋葱头 这个是莫斯科 这个是毕德堡的低血教堂 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 这个是我悄悄拍的一张照片 这个非常叫我感动 里边俄罗斯妇女 戴彩色的头巾 他们平常不戴 在里面戴彩色的头巾 然后很多男的 留这个很深刻的长胡子 修道院的 看来就像托斯托尔斯泰 这个小说理想的人物 然后你要近看的话 我不好意思拍 含着眼泪 这个东正教 那个华十字是倒过来的 对不对 他的华十字倒过来 他们基本上 把现在这个 这个政府国家 跟沙皇时代 连起来 对 就跳过中间 共产主义阶段 他基本上 而且普京做了两个非常有意味深长的动作 第一他把尼古拉二世的遗体 拉回到彼得堡 国家暗葬 跟前面的沙皇 葬在一起 那个被灭门的 被灭门的 其实他那个墓已经不全了 把他全家人 包括佣人也葬起来 第二呢 十月革命以后 东正教分裂成红白两会 海外东正教跟承认莫斯科 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 普京的安排下 让红白两会和解 现在海外的这个东正教的这个协会 承认现在的这个俄罗斯的政府 这一承认 等于承认他是沙皇的 这个俄罗斯政府的继承 就是普京做的这种 这个前KGB的这个这个探员 居然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我去的都是小地方 非常小的地方 那些地方的房子 包括诺夫格罗德 两千多处古迹 现在打了只剩十几个的 被日耳曼人的炸弹炸掉的 但是当地的人 那个感觉就像就像这个世界 没什么变化一样 他们到里面流眼泪 包着彩色的头巾 我就试图把这个场面 跟我在中国的庙宇里 所看到的景象相比 因为我们太了解中国人 在一个急剧的变化当中 人有多少烦恼 人有多少愿望 人有信仰怎么崩溃 但是你看他们 我就觉得他们进去祈祷的 跟我在五台山 跟中国的庙祈祷 中国的进去里边 都在求得到什么东西 求子 求发财 他们进去呢 都在要赎罪 都是想要 而这个东西 它是没断过 也是基督思想 基督运动的传统 基督信仰一定是这样 那东正教特别强烈这一点 然后这个我要请教文道 我以前不懂 但是我这一次特别感兴趣的一点 就是说西方教 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 都不跟国家政权合作的 他们不为民族主义服务的 只有东正教你查过来 他历代的东正教 都跟政权合作 包括刚才我讲 那个十四字级的修道院 那是十四字级有个修 修是什么谢尔捷耶夫 他修了一个东西 但为什么能发展成 这么大的修道院呢 原来当初曾经有一个 莫斯科大公国的一个将军 要去跟蒙古人打仗 他给他一个祝福 打赢了 回来修教堂 然后俄罗斯历史一百年 彼得大帝又给他修个教堂 换言之 神权是得到政权支持的 跟今天一模一样 我倒觉得这个玩意儿 很有古风啊 在中古以前呢 甚至在很古的过去 不都是政教合一 皇帝和祭司合一吗 都是有点这么个 东正教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其实天主教 就算英国公教 也都是有政教合一的倾向 但是东正教 是从东罗马帝国以来 就延续了一个很强烈的 军权神权合一的传统 他有一种要建入世俗的 神的帝国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是 今天他的人这么信这个宗教 其实跟他过去中断过数十年 是有关的 他们过去几十年 虽然苏联没有灭绝东正教 但是那个东正教是 极度的被掌控操纵底下 所以现在他们重新回到东正教 是一个对民族历史的回归 跟对苏联历史的一种否定 精神上回家了 是吧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还有我一直觉得有朋友开玩笑吗 说中国的希望工程搞成搞不成不知道 遗忘工程很成功 对不对 这个过去很多事情 俄国人一样 整个这么多的历史 你去看三百年蒙古人这一段 全部擦掉 当然 完全没有 我只看到一个雕像里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他认为 这个才是被异族统治 他们今天对自己俄罗斯这个认同 是建立在莫斯科公国之后的历史 那是他们把那段历史 就是他们终于斯拉夫人摆脱异族统治了 独立起来了 把这一段当成是他们的所有的历史的原点 所以那过去被人统治 尤其是被达坦人统治那一段 他们是一定要驱逐掉 但其实也讲不通 因为就算在之前 他也是被日耳曼人统治 我们都讲瓦良格 但是他可以认同瓦良格人统治 我跟你说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谁树立了道统 我觉得是不是蒙古人没有树立这个道统 蒙古人就被他们抹掉了 三百年被他们抹掉了 我们还承认有元朝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说 附称山区图是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没有说这是蒙古文化 可是他把那个抹掉了 叶卡德琳娜二世是德国人的 他根本人就是个德国人 彼得二世不会说俄文 就是他们俄国人 对于欧洲的这一套 就是他其实也有点拼凑 我觉得他那个传统 但是有一点是贯存 就是东正教 这个东正教为历代王权的这个合作 一直和谐到今天 所以在教堂里我看到这个景象 我就时刻在想 说实在话想我们中国的事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